橘紅色火蛇往外竄 沿著工廠建物一路延燒 事故現場上空 還能看到濃濃白煙 幾乎覆蓋整片天空 河北張家口的盛華化工有限公司 在二十八號凌晨十二點四十一分 突然發生爆炸事故 有路過民眾拍下火光衝天的現場画面 場面讓人觸目驚心 經過公安消防搜救 發現二十多人不幸死亡 還有二十幾人受傷 被送往附近的河北北方學院 等醫院救治 那位廠區附近的三十八輛大貨車 和十二輛小轎車 也受到大火波及 事故現場的明火已經被撲滅 還是有不少被燒到 只剩下股價的大貨車 再冒出白煙 當地政府緊急通知民眾 不要到事故現場圍觀 除了害怕現場 仍有殘留的化學物質 也擔心民眾影響搜救秩序 根據大陸央視新聞報導 當地應急管理部 已經趕赴現場 發生嚴重爆炸的原因 還在調查 記者唐全不倒